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摄善业道经》第十面第二行当中看齐 二 财无自在 一切冤贼不夺过 这是利贪日所得到的第二种自在 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 我们仔细观察六道众生 它何在这个世间呢 可以说是终生的追求 不外乎这三种事情 这三种事情能不能求到的 如果说是我们追求能求得到的 实在说我们可以全心全力 也拼命去追求我 如果求不到 那我们的追求就错了 世间人也有少数 知道这个错了 可是依然去追求 习求侥幸可以得到 那么佛告诉我们 这三种事情 这三种事情是果报啊 果必有因 昨天晚上 同学们听到 这个天主教给我们讲道 也有同学提出问题 提出这个因果的问题 他们教义当中不讲因果 他讲什么呢 一切都是神的词语 我 será记得也不疑 那是瓶 never